三藩市 Portola區一間發生害人襲擊和意圖搶劫 三藩市Portola區又在光天化日之下 發生了害人襲擊和意圖搶劫 整個過程被監控錄像拍低 根據ABC電視台的報導 有居民表示 在上星期六的下午4時 有3名男子停車等候 然後突然撲出襲擊女獸害人 並曾踢向女獸的面部 而居民指 之前就有大徒搶過老人的背包 以及女獸的手袋 過去兩年 在Portola地區 也發生過多次襲擊亞裔的事件 有居民相信 大徒是針對這個地區 是因為靠近高速公路 比較容易逃走 天下威士記者編輯報導